14日上午,胜利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进行居留前嫌疑人审问。 关于胜利拘捕令的嫌疑包括介绍性交易中介、性交易、贪污、违反食品卫生法等。 当天,胜利比原定的拘捕令实质审查时间提前约30分钟到达法庭,到达之后被记者追问。 但胜利对于是否承认性交易事实、是否承认贪污嫌疑等记者的提问一概没有回答,而是匆匆走向法院。 据悉胜利居留与否最快将于今日下午决定。 配方娱乐实时报道。